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疑问说法 这个内容来自于明立场 明立场是一个很有名的杂志了 但是明立场应该是蛮左派的 他整个内容写得蛮突出的 主要是名头上比较 我觉得在川普的问题上 可能川普的口风 其实真正的口风比较紧 所以人们就开始出现了猜测 担任国务卿的原因是说 他的启文的文章启说 所有人都在猜测谁是川普的副手 而且这个话题就被拆掉 就是已经拆烂了 而川普一直口风很紧 中间波动最大就是在小肯尼迪 那川普自己亲口去否认 这就一下这件事情就这样了 因为其实在我眼睛里 就是川普最真实的表达 就是说副总统在我的任期内 我要一个好人 那这是他的明确奖 要一个非常好的人 而这个好人的一个很大的标准 就是听总统的 对不对 那副总有总统在 副总是个备胎 不会用的 对不对 连转一圈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你如果是个好人 你就听总统的 所以如果总统有个三长两短 再把你给换上 对不对 抱了胎了再换上 没抱胎你就别折腾 所以这是川普一再描述的 其实好人的标准 那这种好人的标准 他背书了一个 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所以真正明白的人知道 这件事情就这么回事的 那有一种说法 比如说黑利 作为特洛伊木马 可能会作为副总统的时候 他乱来 那是有可能 所以这就变成了 川普去防范那些乱来的 而去找一个OK的 那也就在新闻的角度来讲 就失去了他真正的意义 真正失去了意义 那这里面就突然出现了库什纳 那其实库什纳是伊万卡 在离开 宣布跟先生一起 离开父亲的生意之后 政治生涯之后 一直很低调 没有任何说法 中间他曾经经历 他应该患有什么癌症的东西 那人家里有钱 获得很好护理 他中间有过得病 那然后库什纳呢 他的最大特点就不说话 对不对 那在这么一个整个的背景之下 今天就突然出现这么条消息 库什纳要担任国务卿 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蓬佩奥 蓬佩奥所有人都认可他 在他最后任期的 这个国务卿的时候 对川普的支持 那比较出人意表 就是说 在他离开白宫之后 他第一时间宣布要竞选总统 结果在知道后来整个势头不一样 风头完全不同的时候 他就很知趣而离开了 所以蓬佩奥就一直非常低调 就是几乎在新闻视野中消失了 因为川普风头太正 在川普风头太正的背景之下呢 那他也并没有进入 川普的竞选的团队 川普竞选团队 不一定是政府执政的团队 这是肯定的 而在有关台湾的言论 川普讲出来之后 那有一个说法 就是川普身边没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那蓬佩奥是比较深刻的中国问题专家 那也就代表着 蓬佩奥并没有进入川普的任何 在竞选团队当中的幕僚层面 有些人认为他是什么建制派人 说什么都有 但是蓬佩奥的反共的态度是非常明确 这是很显而易见 那有人说他是木马什么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猜测了 那我个人比较仰仗我们看到判断的东西 所以蓬佩奥也有人说会不会成为副总统的 现在看不出来 终归蓬佩奥他之前呢是CIA的老板跟国务卿 所以他的政治生涯的履历蛮完整 所以这篇内容来的就比较特别 不是蓬佩奥而是库什纳 他说是来自于川普内部的两个人的说法 那而这那个但很确切的东西没有 为什么支持的是来自于现在的参议员 在参议员里面有些人很支持库什纳 那原因是就是现在的巴以冲突 就是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之间冲突 这个冲突的本身到了今年年底肯定没有一个结果 而库什纳在离开白宫之前 完成了以色列跟这个巴林 跟阿联酋之间的外交的这种连接 所以这就变成了他的一个理所应当的说法 那库什纳的团队跟这个川普的团队 没有对这个消息做出任何评价 所以给我的体会感觉呢 就是在新闻报道跟媒体当中 围绕着川普都是新闻的背景之下 会做出各种猜测 川普自己也没有说话 因为本来库什纳离得很远 所以库什纳被问到的时候 库什纳一直说 我只注重家庭跟我自己的生意 那他如果真的成为国务卿的话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沙特从沙特他的国家基金里面 给了20亿 给了库什纳的基金会 那库什纳自己呢 用这20亿 只不定他用在哪 谁人个人的事情 但是这是来自于沙特政府资金 就国家基金 那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利益冲突 那库什纳如果拿过这个钱 由他老婆管还是由他管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 所以我们只能说呢 这是围绕川普的新闻 在没有新闻的背景之下 我以为包括名利场这样的杂志本身 很有名吧 那也是围绕川普 就是制造出各种语论来 文章就 这是昨天晚上的文章 人们在 人们就是川普成为共和党提名 这是肯定的 那谁组成他的政府 这是人们大家所确认的 那有关这个副总统呢 应该讲说 没有什么更多的可讲 而川普更重视个人关系 跟他的家人 而不是某人在机构组织当中的地位 不好说 我个人觉得完全不好说 因为川普也在改 川普在竞选团队的组成上 已经跟原来完全不同 所以竞选团队是他最致命的 对不对 你选不上就啥都不是 所以川普其实是在改 里面他做了一个比较 他说有可能佩林将军成为 他的国务卿 因为佩林之前曾经是他第一任的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后来出事 被人就害了 所以他就讲说佩林将军可能是 但是又认为他呢 太就是他不是一个外交的 太就是太太太太strong了 太太凶了 所以认为库什纳是ok的 所以这里面就说来自于两个消息来源 是共和党人认为的 共和党的参议员私下里希望 库什纳主管该机构 但库什纳表示呢 只注重家庭跟业务 并将等到夏末再考虑担任 国家最高的外交官员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从库什纳本身来讲 犹太人 犹太人有他很深刻的这种生命背景 如果提名库什纳 给政府带来的风险跟机会 所以就是中东和平 这就是很现实的利益 那因为在有关中东和平的问题上 没有人知道他 其实没有太正面知道 他是怎么撮合成以色列人 跟这个沙特之间的关系 但他本身是犹太人 而且非常的犹太人 迫使这个伊万卡 是改变了自己的宗教的概念 去依附于他 所以在这点上 你要说没有宗教影响跟家庭影响 不可能 这个就是他的犹太人的宗教影响 将深刻的影响着美国政府 那他说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参议员喜欢他 说很多参议员喜欢他的一个很大原因呢 就是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 川普并不一定把北约如何 这里他谈到了一个战争的故事 因为川普的概念就是毁掉北约 反正美国人他的概念说 我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 北约不会帮助我 但是北约受到攻击的时候 你非要让美国帮助 这个不合理 大概里面讲述没有太更多的 那里面提到说呢 在库什纳跟伊万卡组织了两个 商业领袖跟嘎塔尔之间的会议 所以他这里面是什么关系呢 关系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呢 库什纳在以色列人跟犹太人 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影响力巨大 有消息说 库什纳一直在与阿拉伯主管人谈判 帮助说服哈马斯释放被关押的一百多人 所以那他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库什纳成为了犹太人的拯救 以色列国拯救者 所以里面的 这是我们唯一看到最新的 库什纳展现出 他不同反响的实力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